前两期给大家讲了铜和银的相关情况 这一期给大家讲一下有色金属的第三个品种 咱们的列期货 先来看一下它的相关情况 包括国际的市场概况和国内市场概况 还有对应的新的期货合约 然后有色金属的价格影响因素 所有的有色金属6个品种 都是按这几个节奏来给大家讲 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情况 第一个新的话 它的化学科学是NI 然后它的对应的矿的形态 包括它的成品的形态 它在常温潮湿的空气中表现为非常致密的氧化膜 能阻止继续氧化 并且非常容易和其他的金属组成对应的合金 比如说铜合金铝合金铁合金等方面 这个是它的情况 咱们的具体的用途是哪些呢 咱们的钢铁机械和建筑化学都有用到它 你比如说作为金属材料的话 你可以制作不锈钢 耐热的合金钢或者说各种合金 你是要非常重要的要加入它 第二个是电镀 电镀的话就是在表面镀一层 来防止本身的这个建材 它的耐腐蚀性作用 第三个就是石油化工的吹花剂 第四个就是它的对应的化学电源 等方面做电池的原材料 这个是很重要的 包括最近新能源比较火 这个烈价格也比较贵 第五个就是制作染料和咱们的颜料 这个的话可能会新鲜一点 但是它的市场的用量占比是非常非常小的 主要是制作陶器和铁树体的一些新型材料 特别是陶器这方面的 这个是它的整个的概况 第二个就是讲一下它的全球的市场情况 咱们有色金属 大家都知道咱们是基本上在全球的产量和消费来讲的话 基本上是排在最前面的 你像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生链的供应国 印尼最近几年它的链的生产速度比较快 咱们看一下从14年到18年的数据 咱们的生产的话基本上都是几十万吨 也就是说从全球供应来看的话 中国印尼这两个国家 他们的供应如果说有变化的话 对全球的供应的占主导的影响因素是比较大的 那么全球消费怎么样 咱们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国 不管是供应还是消费 在列这一块的话咱们都是最大的 18年的话咱们全球总消费量占到50%以上 都是咱们来进行消费的 那么其次其他国家就是日本、印尼、美国、韩国这些国家 这里要单独讲一下印尼的情况 印尼因为最近几年它不锈钢的产能在集中的进行释放 所以说在印尼对列的消费增长是非常快的 这也是它主要的增长的原因 因为你在加工不锈钢的话 要加入一些列这个元素在里边 它才能够达到这种刚性 从消费结构来看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些 一个是原生列用在咱们的新能源汽车 因为新能源汽车进入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对列这个品种的话 它的市场需求非常非常大 价格也是这个涨的比较快的 这是一个全球的情况 那么国内的列市场是怎么样的 给大家看一下 国内的话他们的产量是这样的 就是咱们元18年的产量数据的话 是66万吨左右 电生铁占70%左右 电解链占30%左右 从原料来看的话 咱们主要是红土列框 并且主要是从菲律宾和印尼来进口的 进口之后咱们再对应进行的加工 我们国家列的资源相对是比较贫乏的 原料对外依存度比较高 菲律宾和印尼这两个国家 是咱们主要的进口原材料的国家 这个是它的储量和进出口国家的相关情况 那么列的进口给大家讲一下 咱们从现在来看的话 咱们最大的进口国是俄罗斯 咱们列的进口国 因为咱们跟它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关系非常好 第二个主要的进口来源国是澳大利亚 也就是说主要的 因为咱们原生的裂矿相对比较平级 咱们从俄罗斯 从澳大利亚 菲律宾 印尼去进口一些原材料 然后对应的进行加工 来满足咱们国内的工业的增长的需求 好吧 这个是它的整体国际和国内的一些概况情况 咱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可以 第四个来看一下它的列期货相关情况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我们要注意看一下 交易品种 列它的交易单位 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下 它是一吨每首 它的报价单位也是多少元每吨 也就是说列这个品种 它是非常贵的 几十万元一吨 它的这个在期货市场的报价也是几十万 然后它的最小变动价位是十元每吨 也就是说它最小的话是十块钱跳动一下 也就是说你买一手的话 这个价格跳动一下 你对应的盈亏是十块钱一手 并且它的这个价格变动是非常快的 好吗 因为它的这个标价的话都是几十万 好吗 这个是它的这个合约月份 每个月都有跟其他的有色金属一样 交易时间 这个是白天时间 跟其他商品期货一样 晚上是这个晚上9点钟开盘 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 一点钟结束 这个是跟其他有色金属一样 它对应的代码是NI 然后在上期所交易的品种 因为合约月份的话 其实主要讲一下 它的这个交易单位和最小变动价位 这些方面给大家详细讲一讲 其他的话 包括你交易时间 交易月份 还有涨率挺满 这些东西的话 咱们有色金属基本的差不多 如果有听系列的话 都能明白 包括有看我其他视频的 所以这里不给大家详细的来讲这个东西 第五个的有色金属的价格影响因素 这里的话是把六个有色金属的价格影响因素 全部都汇在一起讲 就是这六个有色金属的 所有的价格影响因素的这一节的视频内容 都是一样的 都是直接接在后面的 好吧 那咱们主要来看一下这几类 这个是咱们这一期讲的铜 对吧 还有铝鑫 铁链 还有锡 这几个品种 是咱们上期所上市的六个有色金属的气货品种 像铜的话 主要用途是在家电和建筑 刚才咱们已经讲过了 你家电作为铜鑫等方面 那么它的价格影响因素 有供需关系 宏观经济 汇率波动 进出口关税和生产成本 那么供需关系和宏观经济 这个都很好理解 对吧 还有汇率波动为什么会有影响的 因为你涉及到这个进出口的问题 对吧 包括关税和汇率 这两块基本上都是涉及到进出口汇率问题 还有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问题的话 你短期来讲的话 一般不会受到大的波动的影响 因为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可能你从10年20年来看 有一个这种大体成本增长的一个趋势在这里 所以说你从整体的情况来看 包括整个有色金属的价格影响因素来看 它相对来说受宏观经济影响会更大一点 从短期来进行看的话 受短期的这种非常小的临时的一些数据 或者说临时的一些生产的突发状况 比如说对应的主产国 它的这个罢工产生的影响相对来说更小一些 也就是说你做这个有色金属的话 一般个人是很少做有色金属的 除非你是做这种中产线或者是相关产业链的人 你就知道它的未来的价格趋势方面 所以说一般做的是起码是三到五个交易日做一个周期的情况 或者说你做纯技术分析 因为它这个点位比较大 价格的也波动频率也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说你做技术分析 像这些方面的话关注的就少一些 也就是说从有色金属 不管是铜铝还是鑫 铅 铅 铅 这些品种 它对应的主要的用途方面都可以看一下 刚才讲完了铜的 那么铝是怎么样的 铝的话主要是用于这个家电包装运输和建筑 咱们的铝合金门窗生活中 非常容易接触到的一个这个应用领域方面 价格影响因素是这些 那么鑫是怎么样的 鑫的话主要应用于五金和医药 五金生产的话一般咱们这个是作为 鑫是作为添加剂 然后对应的医药医疗器械等方面 会运用到新这个品种 第四个铅 铅这个品种的话 咱们最常听到的这个电池里边 对吧 电池里边的话就是有这个铅 包括咱们最近的新能源的 对应的这个电池情况 那咱们以前是怎么样的 以前的话就是咱们的这个干电池 对吧 包括这个铅和裂 咱们对应的磷酸铁电池 这个新能源用的电池方面 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添加剂 并且价格 包括各方面的开场成本 都有一个增长的趋势在这里 好吗 这个是这个情况 那么最后一个锡 锡的话 主要是用于焊料化工和马口铁 咱们怎么讲 就是你平时有时候去修一些东西 比如说修家电 修一些这个手机或者是怎么样 你会看到一些师傅拿着一块像石头一样的东西 会拿一个这种类似于像这个 一个电棒的东西 会粘一下它那个石头 然后再去连接你对应的芯片的那些地方 这个就是它作为锡的这个材料 作为焊料来进行使用的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应用领域方面 好吗 这个是详细的给大家讲了 所有的6个油色金属吸货品种 所有的这个价格影响因素 因为它整体的话 受整体的大的方面会影响更宽泛一点 好吗 就是受政策宏观汇率进出口税率成本 这方面影响大一点 所以说短期的一些数据的话 相对来说影响会更小一些 所以把所有的油色金属结合在一起来讲 好吗 那这么6个油色金属品种 除了前面的一些基本情况 包括国际国内的供应生产消费不一样 后面的咱们都是一样的 好吧 那么这一期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咱们主要是把6个油色金属全部给大家理一遍 下一期给大家接着讲其他的品种